当地时间10日 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报道称 自7月起 在基内亚发动政变的特种部队一直在接受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训练 美国军方曾称 此次政变与美国的军事训练教育并不一致 委媒指出 自今年7月中旬以来 美国一直有十多人的陆军特种部队一直在基内亚陪训 该国约100名士兵 而这些士兵的指挥官正式发动政变的基内亚特种部队中校敦布亚 有美国官员时日透露 他们正在调查有关敦布亚和他的政变支持者5日早些事后 在武装车队的护送下从基地出发的报告 这意味着这些特种部队人员可能是在美国叫官睡觉时驾车离开